韓國瑜,他水準沒那麼高 天啊 韓國瑜,他水準沒那麼高 他瘋了很多 他讀的書只夠做北農的董事長而已 我們走到這個地步 只有草包跟菜包可以選擇 我們有今天高雄這個普選 坦白講,一個是上一次被淘汰的 一個就是被罷免的 一個就是被罷免的 坦白講,在目前的這種 國民黨的民進黨 本來就不是台灣人民很想要 柯文哲都以為說講過都沒有人會記得 他那時候會這樣批評韓國瑜 我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他是他的競選對手 問題是柯文哲你真正認知裡面的 韓國瑜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你敢不敢講 你是2019年講的是實話 還是現在要拉攏他 所以又當作失憶 其實為什麼柯文哲剛剛大家講 為什麼突然丟出叫柯韓沛 其實柯文哲不是真心要找韓國瑜 因為如果侯跟韓搭配的話 柯文哲幾乎就宣布拜拜了 所以柯文哲就是 他為了不讓侯友宜 跟韓國瑜的搭配成真 所以他用兩招 一招是我故意調住侯友宜 一會兒要結婚 一會兒要相親 一會兒又不結婚 一會兒又去找別人 然後另外說 其實沒有 韓國瑜你才是我的最愛 侯友宜那是感情的騙子 愛情的騙子 你不要聽他的 來來來我帶你 你覺得韓國瑜是笨蛋嗎 朱跟柯兩個人 都自以為非常聰明 可以算計對方 都設局讓對方進來跳 誰都不想變成破局的罪人 我一直在想說 如果有人出來 讓我找一個理由不要選 天啊 怎麼變成這兩個 天啊 韓國瑜 他水準沒那麼高 天啊 韓國瑜 他水準沒那麼高 因為這地方 書很多 他讀的書 只夠做北農的董事長而已 我們走到這個地步 只有草包跟菜包可以選擇 只有草包跟菜包可以選擇 真糟糕 政治這個議題燒得太熱的話 我想對台灣 並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他現在 我想他現在 現在大概會這樣講吧 以外他選前他 他怎麼不會講這種話 為什麼會有今天高雄這個普選 坦白講一個是上一次被淘汰的 一個就是被罷免的 一個就是被罷免的 坦白講 在目前的這種 國民黨跟民進 本來就不是台灣人民很想要 柯文哲都以為說 講過都沒有人會記得 然後現在不是要搶韓粉的票嗎 然後講說我們可以柯韓佩 好像他非常的習財對不對 結果他以前對韓國瑜 也是這樣瞧不起 跟對現在的侯友宇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其實大家可以仔細看 這個幫大家整理出來 柯文哲當時在講韓國瑜 你看時間其實集中在2019年的 大概七八月 因為他在選總統 對 所以你看他講 發大財難道睡到10點11點嗎 然後國民黨正式提名韓國瑜參選 柯文哲講說 2020年 柯文哲說韓最大的支持者 就是魯蛇 魯蛇 韓國瑜簽53億MOU 柯文哲說 賣水果不會解決我們的問題 韓國瑜邀請政策編論 柯文哲算說 那要讀很多書 意思就是韓國瑜你沒讀很多書 好 為什麼集中在2019年 剛剛桂亞已經給我們答案 也就是說當時柯文哲把韓國瑜 視為他的假想敵之一 所以他當然對於敵人 當然是極盡奚落跟討侃之能事 柯文哲這個人講話其實不難理解 你講好聽一點他叫務實 講難聽一點叫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所以金牌廷還會講說 寧可相信世上有鬼 不要相信柯文哲在當嘴 然後我對柯文哲的評價是 他這個人只要一開口就是在說謊 所以他那時候會這樣批評韓國瑜 我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他是他的競選對手 問題是柯文哲 你真正認知裡面的韓國瑜 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你敢不敢講 你是2019年講的是實話 還是現在要拉攏他 所以又當作失意 其實為什麼柯文哲 剛剛大家講 為什麼突然丟出叫柯韓佩 其實柯文哲不是真心要找韓國瑜 記不記得在柯文哲講柯韓之前 其實侯友宜曾經有傳過 侯韓配 柯文哲這此生最害怕的人 就是韓國瑜 因為如果侯跟韓搭配的話 柯文哲幾乎就宣布拜拜了 而且他也沒聲量了 對 人家韓國瑜講話比他更來耶 對不對 所以柯文哲就是 他為了不讓侯友宜跟韓國瑜的搭配成真 所以他用兩招 一招是我故意調住侯友宜 一會兒要結婚 一會兒要相親 一會兒又不結婚 一會兒去找別人 然後另外說其實沒有 韓國瑜你才是我的最愛 侯友宜那是感情的騙子 愛情的騙子 你不要聽你的 來來來我帶你 你覺得韓國瑜是笨蛋嗎 韓國瑜他如果真想當副總統 他一定是當侯友宜的副手 他怎麼可能去當柯文哲的副手 韓國瑜再怎麼樣 他是一個國民黨員 對不對 他怎麼可能跑去當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對韓國瑜也不是真心的 這一局玩到現在其實很簡單 你去分析三個人個性 大概知道他們在玩什麼 侯友宜 朱立倫跟柯文哲三個人 其中侯友宜相對比較 我認為他相對比較單純一點 侯友宜是真心想跟柯文哲整合成一組 可是對朱立倫跟柯文哲來講 朱立倫是絕對不可能去當總統的 柯文哲也知道在這種情況下 他當選機率也很小 他在想什麼 其實朱跟柯兩個人 都自以為非常聰明 可以算計對方 都設局讓對方進來跳 所以我挖一個坑 騙你進來跳 然後那個人就假裝掉到坑裡面 但是其實掛在旁邊的石頭壁上 然後等你不注意的時候 他把你拉下來 兩個人就在玩這個遊戲 朱立倫為什麼會跟柯文哲談這麼久 談到現在還沒有宣布破局 我講過一般我們的協商 譬如說桂亞我們兩個在協商 一定是期待對方say yes 就你讓一點我讓一點say yes 對 但是這一場協商是 在比賽誰先讓對方say no 對 因為誰 我想先撞不住 對 誰都不想變成破局的罪人 所以柯文哲跟朱立倫 其實都在玩這個 你覺得國民黨會蠢到 相信柯文哲當選總統之後 會把立法院的政府院長 跟組合群全部交給國民黨嗎 國民黨沒那麼蠢 原資會嗎 你覺得有可能全部的就是 我當總統然後組合群 然後立法院政府院長 你們如果席次夠的話都給你們 你覺得柯文哲會這樣做嗎 所以要談 因為有風險 因為這個跟德國的制度不一樣 德國是內閣制 內閣制就是大黨小黨 我們在講的是人性 對 就是制度 但現在台灣不是 台灣就是總統就決定了 總統要給誰做隔魁 就是誰是隔魁 他不會有一個制衡 你的意思是說寫下白紙黑字 然後這個 沒有用 沒有用 因為原資其實講到一個重點 內閣制的國家 他對於政黨協商 合阻聯合政府 他是有法律 甚至是憲法成績的位階的 但是台灣不是內閣制國家 所以台灣你即使 國民黨跟民眾黨簽了婚前協議 我撕掉就撕掉 你告我 好去打民事訴訟 憲法是這樣寫 對 就違約 你不可能超越憲法 憲法就是說 部長的人事命令是總統任命 對不對 他不是院長任命 他是總統任命 所以我不覺得 國民黨的人會蠢到這種程度 國民黨的人沒有人 不可能蠢到這麼地步 所以其實大家就在互相利用 在利用什麼 就看誰沉不住去 誰先say no 誰先say no 誰倒楣 柯文哲你覺得他會這麼好心 假設他真的遵守承諾 他真的把阻隔權都交給你侯友 那我民眾黨我白辛苦一場 我那麼辛苦幹什麼 他講了一個很誇張的 還被下標題說 如果我進入總統府 我只會帶三個人 說帶周瑜修 黃珊珊跟陳志 你怎麼忘記佩琪 佩琪不高興 佩琪要去當總統府衣官 柯文哲你這樣不可以使亂中氣 你連對佩琪的承諾都不遵守 你怎麼會遵守對朱立倫的承諾 對不對 記得要帶上佩琪還有柯媽媽 柯媽媽至少做個國策顧問 對 柯媽媽要當總統府秘書長 你帶幾個人進去不是重點 而且柯文哲 你進台北市政府帶幾個人 你好不好意思講 你在台北市的時候 帶了不只30個人 進總統府帶三個人 你是真的把大家 他連高中同學都帶對不對 你是真的把大家都 三歲小孩在耍嗎 進總統府絕對不只只帶三個人 隨便講國安會秘書長 總統府秘書長 就幾個還有副秘書長 對不對 還有發言人還有總統辦公室的幕僚 隨便算一算這幾十個人 你不可能只帶三個人 這種鬼話 也只有柯粉會相信 你覺得柯文哲這麼好心 我辛辛苦苦選上了 我民眾黨有未來 結果我把組閣權通通交給國民黨 然後國營 事業 公股 韓庫 全部讓國民黨去派 人情讓國民黨去做 我就當一個虛偽的元首 那你幹嘛選總統 只有法務部長留給黃國昌 黃國昌已經要進部分區了 我們不是內閣市 我們的國會議員不能兼部長 柯文哲我提醒你 你不要又答應黃國昌法務部長 又給人家提部分區 亂說兩頭落空 所以我覺得這一場藍白河 我跟大家預告 如果觀眾朋友跟我一樣 有那種感覺是 看到噁心想吐不舒服的話 再忍耐半個月 因為到11月中這齣戲 沒戲唱了 一定要結束 為什麼 因為要公佈副首了 對 我不可能說我明天去登記 我今天才宣佈副首 一定要鋪陳 最慢11月中要公佈了 副首公佈之後 這個戲就演完了 因為說到副首 那柯文哲一度講說 他這個韓國瑜不錯 可是我有整理別的 剛剛講說睡到10點11點 這要怎麼做總統 發大財很難 然後柯文哲 這個也是厲害 因為當時韓國瑜 是請假選總統 那一天 那一天柯文哲就沒有辦法 忍耐他的那個發言的頻率 四個小時三度酸 高雄沒市長 你看有沒有很針對性 條工兼故意 那我要請教苦林大哥 這邊還有一個笑盔是這樣 韓國瑜講說你知道嗎 我們高雄的官員 做到乾陰化 然後柯文哲講說 喝酒喝太多 他說乾陰化不會因為你 什麼弄到半夜太累什麼的 酒喝太多才會 吐槽是不遺餘力 現在說我要找他當副手 對 所以我們高雄都一直在盛傳 就是好好的你 韓國瑜好不容易 真的是一個創造奇蹟當選的 這個高雄市長 為什麼不好好做 要跑去非要去選總統 後來我們才了解 原來是因為 韓國瑜不知道市長要那麼早起床 他都是睡到中午的人 說七點半要起床 所以他受不了 那其實這件事情 韓國瑜又被拉進來 這就顯現得柯文哲有多壞 因為他知道韓國瑜其實心中有恨 我就把他比作歷史 當然他沒有那麼偉大 但是就他有點像張學良 張學良當年在東北 這個日本人打進來了 滿中國成立滿中國 張學良帶著東北軍進入這個關內 然後先是效忠蔣介石的中華民國 那他是希望蔣介石幫他報仇 因為他爸爸張若玲是被日本人炸死的 結果蔣介石叫他去當西北軍的腳匪司令 去打中共 所以他受不了 為什麼叫 為什麼不讓我打日本 為什麼要讓我打中共 因此他才去受到這個中共的挑撥離間 後來發生了這個西安事變 那韓國瑜的心裡也有恨 他恨什麼 他恨朱立倫 他好不容易我去跟柯文哲 見個面促成藍拜盒 朱立倫第一時間講什麼 我沒有授權 對 我沒有授權你 然後這樣就算了 還說韓國瑜來跟我要副主席 這種真的當面這樣糟蹋人家 不管說當初韓國瑜要副主席 也許是為了比較去好談藍拜盒 或者什麼你 你這樣去把他說出來 都是非常不厚道的事情 所以他心中有這個恨 然後對於侯友宜 那不要講 當年我要選總統 你是怎麼弄我的 我現在 雖然大家表面上看著他每一場 都去佔韓國 這個侯友宜的台 說我把你們的愛也都給侯友宜 可是你聽他講那個內容 對不對 你看 怎麼才五年 這一個漢子就變成了流汗的男孩子 這個爺爺不疼 姥姥不愛 阿公不喜歡 阿嬤也不欣賞 那是因為你們都不知道侯友宜的優點 然後他也沒講侯友宜 他也沒講他有什麼優點 然後就說 我不是要你們全力支持侯友宜 我還是你們看清侯友宜的真面目 沒有 人家原句是說 我要你們好好觀察 觀察侯友宜 觀察他的真面目 所以你看這 你現在內容 這是這樣在助選嗎 這在吐槽 這個原因是說 如果有人幫你這樣站台 那我看你也把他推下去了 所以因為有這樣的 這種恨 這種不平在 這種人就容易撤反 不要跟國民黨玩 國民黨對不起你 朱立琳對不起你 侯友宜對不起你 來 當我的副總統 對 雖然韓國瑜應該不至於如此 韓國瑜算是一個比較有骨氣的人 但是 但是我覺得部分的韓粉會被摳走 沒錯 然後我要的是韓 他其實都先方擺一下想法 比如說 他為什麼罵陳菊 上次阿川在那邊氣得要死 他就是故意要罵陳菊 他不該罵 他故意要罵 罵什麼 罵了之後 綠德會生氣嘛 綠德生氣 真難得就高興 就開心了 幫我修理太好了 所以 我又去拉這個票 挖那個票這樣 所以即使 沒有把韓國瑜 這個拉來當副總統 至少也繼續製造 國民黨內部的分裂 讓你們分崩離析 就沒有力量對抗我了 我們的前韓國瑜發言人 原知 你對於柯文哲 那一陣子 跟韓國瑜的這些互動 好還是壞 之前當然是不好 他常常酸韓國瑜 講得很難聽 但是他今天自己有解釋 他說這四年來韓國瑜 忽然間視野開闊 這是他講的 但我覺得柯文哲 本來就變一變去 他一開始出道的時候是 跟民進黨比較好 跟民進黨很多人都支持他 他現在裡面幕僚很多 也是民進黨 現在當然因為要跟我們談合 所以就會 就變得跟我們比較好 主要就是 主要就是他立場有一點轉換 我覺得韓國瑜這個事情 我是這樣看 第一個就是 柯文哲到底是不是真心的 你是真的要韓國瑜去跟你配 對不對 你是真心要找他 那你覺得是真心的嗎 我覺得他只是在想要吸納韓粉 對不對 因為說實在我覺得韓國瑜 那就是騙票 他只是想要騙票 我覺得韓國瑜現在能量 還是滿強的 他也知道說韓國瑜的韓粉有一些 到現在還是沒有很支持侯友宜 所以他現在如果說 願意拉韓國瑜的話 那就把這些韓粉 就全部吸過瑜 然後第二個 他當然也是製造我們內部的矛盾 他知道說 你看明明就是韓國瑜 比較強 為什麼提侯友宜 要提侯友宜 因為這兩天民眾黨 再帶一個風向 就是說 我有跟他們講說 為什麼不能夠侯科或科猴 弄成一組 一加一互補 然後去選 然後他們的講法是說 對 侯科或科猴也是會贏 但是根據他們的大數據分析 科、韓才是勝率最高的 有嗎 猴科或科猴 他們認為猴科不會贏 他們覺得 會贏 那個是國民黨講的 不是民眾黨講的 他們有說會贏 但是贏的幅度不多 只有在科、韓的情況之下 是所有藍白組合裡面最強的一組 然後有一個 他們的講法就是說 因為韓國瑜可以吸到鍋的票 然後猴瑜吸不到 所以科、韓是最強的 他的講法就是這樣 但是這樣就製造我們 就製造我們內部的矛盾 製造我們內部矛盾 然後還有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去換猴 把猴瑜換掉嗎 先重新徵召韓國瑜 再讓韓國瑜去跟科配嗎 如果再搞一次換猴 不是 我前幾天有 我已經有聽到 他們國民黨內部的那種人講 他說開拳戴會怎麼太麻煩 猴瑜自己退選就好了 可以嗎 猴瑜不會退 猴瑜不會退 就一腳踢開 你有沒有發現這兩天 後一其實講到越來越硬了 之前 而且很有藝術 越來越棒 就是講話的藝術越來越棒 對啊 他一天針對藍白河的議題 大概會主動發兩篇到三篇新聞稿 而且記者會都是即時的回應 所以感覺出來 侯其實這邊也是越來越硬了 所以我還是再次呼籲 如果真的要藍白河的話 大家就拿出誠意 現在感覺真的很像過招 就是不像說要談 我們期待藍白河一起實現 我們一起想要治國的理念 可是他一直都會 為什麼大家都要笑著 他都會覺得說 柯文哲就是一個心機很重的人 柯文哲要列解我們 柯綺文哲要那麼 然後他說我們希望可以藍白河 就是你就覺得 一起實現治國的理念 我們最後還是 馬上介紹一下你們 我們最後還是相信藍白河 馬上介紹一下藍白的共同治國理念 我們希望我講的都 下架民進黨 好想我講都是錯的 我覺得赫文哲還是為了大局 還有原因跟藍河的 我覺得賴新人說最好 就是說如果你們藍白河這個過程 可以吵吵鬧鬧幾個月來 吵的結果還是這樣 治國還得了 對不對 如果藍白真的治國的話 他們未來要做什麼事情 會吵四年 選舉都會吵 選舉都是會吵 治國跟選舉不一樣 我覺得有一個 這個概念其實已經 剛剛不是說歷史的教訓嗎 這個歷史其實很近對不對 你想來 我先跟你請教 我們看這邊其實 這個是信傳媒寫的 藍白河破局嗎 柯文哲轟 披酸喝半罐也是死 然後說侯友宜求婚不成 藍營友人 這個很重要 藍營友人揚言要把民眾黨 打回4% 我跟你講 因為他說 我們唯有這個樣子 以絕後患 而且這一次 就是說 在這一次大選當中我們一次要毀滅 柯文哲的政治影響力 因為已經吃到太多悶虧了 然後一直都要吃夠 所以他們有一個新的概念 新新聞也寫了一篇 他說國民黨擔心跟柯文哲 彈劾會吃大虧 而且其實威脅性比 柯文哲的威脅比民進黨的威脅 還要來得大 所以你想想看我們就算 這一次不贏 我們還有14個地方 執政縣市 還要再加一個中東警示 有我們的 以及我們的 報告議員等等我們的組織盤 還是大的 如果要讓柯文哲壯大 然後在2026西我們的牆角的話 到時候國民黨將會付出 基層失血的慘痛代價 所以先想到我可能會失血慘重 然後再連結到說 有一票人認為把民眾黨打回4% 讓他不要再這一次壯大 這是有一部分國民黨的人 鷹派崛起 他們想的是這個概念 過去民進黨有合作的經驗 你就吃鬼鬼 你就死一刀對不對 想起來都很可怕 但是事實上是這樣 其實柯文哲就有一點像說 當時大家會覺得說 他有點是政治孤兒 所以把他收編進來 收編進來 就沒想到把他 就是邀請到你家裡之後 他把你廚房的食物全部吃完 把你所有的東西都拿去用 拿去用之後 他把你踢出去說這是他家 這有一點這個概念 所以後來你看台北市 其實就是這樣對不對 第一屆選的時候 民進黨覺得說 他是有下架 國民黨的一個跡象 可以幫助我們屬於成立這個 在台北市的一個政黨輪替的狀況 所以全部支持這個柯文哲 結果後來下一屆之後 他發現說很多政治理念上 包括在兩個理念上 我們並不是完全相容 而且發現今天關鍵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柯文哲的從政生涯 並不是要壯大這個所謂的綠營 或者壯大就是所謂的民主價值 他是要壯大他自己 我覺得國民黨 比較可憐的一個地方 因為國民黨過去在政黨之間 似乎都不是太會交朋友 包括從共產黨開始 一直到民眾黨 結果民眾黨邀請下來 國民黨自己已經半套被吃了 對不對 已經被吃到說只剩一個空殼 結果還不敢去反擊 為什麼其實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國民黨今天 柯文哲最大的一個把柄跟利益 就是區域立委 因為今天真的如果撕破臉 真的如果你今天說 這個總統的大位 大家談不懂那就算了 但是如果整個民眾黨 跟國民黨開幹的話 其實最大受害者 就是國民黨區域立委 因為其實今天 民眾黨在每一個選區 大概都有10到15%的支持度 甚至於有一些像台北市 有這麼大嗎 每一個選區都有10到15% 有有有 我們高雄是只有4% 上次議員看得很清楚 像我們自己那時候 在選議員的時候 在做民調的時候 民眾黨已經都將近20 在台北市 台北市 而且多數 當然有部分是來自民進黨 但多數絕對是來自深藍陣營的 就是藍陣營的 所以如果今天 他這個整個摧毀的話 如果他這個民眾黨的票 不願意去支持 國民黨的候選人的話 所有的區域立委 我看是接下來很難選 包括原資在內 可是其實民眾黨 也提不出什麼人 對 他在地方 他其實能提的都提了 其他的那些地方 他應該是提不出人 所以這就關鍵 這就是關鍵 就是說國民黨也知道這一點 所以國民黨的區域立委 他也並不是每一個區域 都很擔心說 今天有民眾黨來繳組 他比較擔心是說民眾黨 到時候他的人不投給他 所以這就是我覺得 現在柯文哲最大的利益跟把柄 也就是為什麼到現在 國民黨很可憐 一直被牽著走 好 雲珠 我再請教你一個部分 剛剛講說這個打回4%黨 已決後患 這樣子的比例的聲音高不高 沒有人講到4%黨 剛剛因為時期 有一個唇語是不是 對 就是說你們黨內的反彈 真的很高 反彈黨 否則不會每一個名單 每一天都忙著在接電話罵罵罵 助理在接 我覺得會打電話來罵的 一定就是非常不爽 他要花電話費 還要花時間 還要去查你的電話打過來 就是為了要講這個事情 真的是非常不爽 因為那個數量是越來越多 所以主要就是看你覺得 與日俱爭 真的有 而且口氣越來越重 比如說以前都只是說 原資你去轉告侯友宜朱立倫 不要再跟民眾黨談 現在是說葉原資 如果說你再支持藍白核的話 我就不支持你 雖然你很棒 你很優秀 你是一個好立委 這個我們都相信 越講越兇 所以感覺到情緒的累積 你說會不會四趴黨 我覺得還不至於講這樣 但是會批評到柯文哲說 他講話反反覆覆 然後高傲 因為大家 在這樣的氛圍底下 你還要找柯文哲來幫你站台嗎 所以有一個前提 前提就是政黨協商 如果藍白有合的話 當然會希望 如果說你政黨協商不合 甚至侯跟柯兩個開幹 我們找柯文哲來 我們會掉票 所以以我來講 我們希望票源擴大 我們希望藍白合 可是我們不會善盡做主 如果說黨中央說可以開放 沒關係就是誰要幫你站台 都OK 都開放 你覺得是侯友宜來站台 加比較多分 還是柯文哲加比較多分 我覺得都有加分 都有加分 你不要被責良心講話 你這樣講得虛 都有加分 因為我們那一區 國民黨票也有 民眾黨票也有 尤其是我們那一區非常的激戰 當然民眾黨票也會左右 例如算你們那一區哪幾票 兩萬 那你比一下韓國瑜 柯文哲 還有侯友宜三個人來站台 哪一個加分最多 哪一個最少 各有千秋 各有千秋 都很不錯 是一千還是一百 第九 第九上一次跟這一次 我覺得不太一樣 因為上一次柯文哲沒有選 這一次柯文哲 他現在的能量跟上一次也不太一樣 所以民眾黨票現在 在我們那邊是有成長 所以多少還是要 國民黨真的要擔心說 透過這樣子一次又一次的 被人家玩弄 真的會一直輸血給對方 所以這次國民黨沒有辦法 我覺得國民黨自己也知道 就是你們其實是有底氣的 你們當然不可以開放說 誰來站台都行 所以你也不要笑想 不管是 我們是誰悦而安 不管是猴或柯 你只能接受猴 你如果接受柯 你們就持續的輸血 你以為你從他那邊拿到養分 但事實上是國民黨 在輸血給他 他會越來越大 他會越來越壯大 他是像水智一樣 他可能讓你沒有感覺 可是你的血一直被他吸乾